你能把自己养活好就行吗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是我的责任 等以后不计上中学上大学 这点钱也不够 那时候 我在试堂增加一些吧 随你吧 有钱你就给 没钱我也不会跟你要的 房子和财产的问题 我是这么想 家里这些年 陆陆续续用的钱还的钱 都是你出的 这房子其实也不值什么钱 就留给你吧 我只带我的衣服和书出去就行 你这算是净身出户了 我也没为这个家 多做点什么贡献 所以现在也没资格带走什么 这房子多少是个落脚的地方 还是留给你吧 要照顾妈和不亲 别再说了 我已经很惭愧了 要不我给你拿点钱吧 出门在外 也别委屈着自己 不用 我的钱够用了 还有什么别的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不是因为我 我的钱都不少 我这房子 我不是因为我的 谁不是说之间 你会不 republican吗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你在叫你的 我刚才没有 谢谢 你这到底是为什么请假呀 我 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状态不太好 我就想休息一段时间 我的姑奶奶 你该不会又有辞职的念头了 不是不是 我这一大家子人等着养呢 我哪敢辞职啊 王总 您放心 业务方面呢 只要能打电话解决的 我一单都不拉 行吗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样的 你回家先去调整一段时间 什么时候调整好了 什么时候你再回公司上班 你的工资呀和奖金 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你看这样好吗 要不 楚楚 你先回家去休息一段时间 王总 谢谢啊 老板 明天我们把这幅画挂在墙上好不好 这样你跟妈妈每天都能看见 这样你们就不会吵架了 而且又会像以前一样爱我了 属于你的城市 可猜你最近的故事 只不过用路人的方式 悄悄地在走过一次 你说曾向往的城市 如今已变成你的样子 分岔路的只是什么方式 才让我重拾你的日子 回到你的世界再多看一次 走在你的城市 却再也找不回你的故事 你的名字无法休止 无法消失 走在你的城市 却再也走不回你的故事 妈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跟公司请了几天假 白连栋不在家 我想多陪陪不弃 你说他怎么说走就走了 走这么急 外面有金娃娃娃呀 朋友给他介绍个活 不去不合适 那什么菜了 买点鱼了 你大孙子最喜欢吃的 是 这人弄找的是什么工作呀 画广告画 人家说他画得好 主动找上门的 时间不早了 我接不去放学啊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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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4 5 5 5 9 10 9 10 10 9 11 伯妻 今天奶奶呀 买了你最爱吃的饼鱼 晚上吃红烧饼鱼好不好 伯妻今天怎么了 花这么少 我知道我爸爸 为什么又出去打工了 爸爸是给伯妻挣钱去了 是不是 才不是呢 我爸爸是因为不高兴 才出去的 有一天 我看见我爸爸 躲在你房间里哭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怎么样啊 真好啊 又大又欢唱啊 是吧 真恨不得马上就搬进来住 可惜啊 现在这房子买得齐装不起 怎么 装修的鞋不够 继续基本上全砸首付上了 以后啊 就是每个月交贷款 基本上攒不下什么钱 我这儿有 你 你有什么钱啊 我平常也不花什么钱 也要砸了点 不多 五万块钱 你哪儿先用 那我可指不定什么时候还你啊 你不用啊 用就是了 五万都给我啊 都给你 不心疼啊 为什么要心疼啊 傻子 我逗你的呢 张医生的钱啊 我有 那你也拿着 装得好一点 也行 反正啊 以后你的钱 都给我管 行啊 以后钱的事儿 你做手 等这房子装好了 你搬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呗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啊 我说合适就合适 再说了 琳琳也喜欢你啊 这个家 需要个男人 以后再说吧 来 上那边看看 今天想吃什么 今天咱们吃 小冉 来 小铁 快叫爸爸 爸爸 小铁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去了 我去了小铁他爷爷奶奶那儿 他们说你 在上河开出租 我就找遍了上河所有的出租公司 终于找到一个认识你的人 他们说 你经常上这儿来找 这位大姐 欧阳 怎么回事儿 他们是谁 我是他老婆 这个 是我们俩儿子小铁 陈俊 你给我解释 我 陈俊 铁大半 我们小铁 我们小铁快不行了 他就走 了 他在那儿 我认识 他在那儿 我 我来看看你 担心我 你没事 走 你不信我爸你了你 别说 担心 这是小宇宙的茶叶蛋 你先趁着吃一点 拿着 你先吃点 来 给我加一点 给我加一点 谢谢 怎么样 莲莲 好吃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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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医院 我儿子生病了 老公 爸非要今天出院 怎么办呢 医生怎么说 医生建议她在留院观察一周 你赶紧来帮我劝劝她吧 好 我马上就过去 处处 请原谅我的冲动 请相信我的感情 请怜悯我对你的爱慕 请打破这死一般的晋级 雨 实在是爱情贫血 这病是不是很难治啊 他们来找我之前 去了好几家医院 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效果 听医生说 要想完全之余 只能做骨髓一致 她以前跟着那个男人 让孩子看病花钱太多了 就把他们娘来给摔了 她这次来 除了钱 还是想看看我的股市 跟孩子能不能赔上队 这么说 她有别的男人啊 三年前 她看我没钱没出息 带着孩子跟别的男人跑来 那你们 我跟她已经三年没见面了 想找她立婚 都找不到这个人 张杰 对不起 其实这件事 我有好几次下定决心 要跟你说了 可是我每次看到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真是连吃了你的心都有了 陈俊 你放心 我会机会给你一个答复 先把孩子的病治好 治这病需要花多少钱 如果我的培行合适的话 大概二十几万吧 这么多 你上哪儿去弄这二十几万 那实在不行 就求我父母 把我还家房子买 这怎么行 老人家怎么可以 没有个安身之地呢 这样吧 这钱我给你出了 大不了房子不装修了呗 看什么看 第一天天是我 你不需要为我做这些 我不光是为了你 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说不定以后小铁 还要跟我们一起生活呢 我要让他健健康康吧 怎么样了 小铁的病情又好转吗 癌细胞和血药板减少 昨天晚上一直在发高伤 你晚上都没睡觉吗 快吃点东西 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 才有精力照顾小铁 是不是 我把我的钱都转成活期 存在这张卡里了 密码是玲玲的生日 你要去给小铁治病吧 我不想脱离 怎么了 咱们是已经说好了吗 孩子的背景结果出来了 不和小铁的也不合身 那怎么办呀 不知道 也许三个月 三年 五年 在这个期间 又维持她的身体 又好很多钱 我们又不是金属飞行 所有花费更大 房屋 你没有意味 跟我绑在一起 承担这么重的团子 实在不行 我把房子卖了 我就不信了 只要医学上有办法 只要钱够数 肯定过得去 我还算了什么男人 张杰 你总算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值 怎么不值呀 你到底图什么呀 就图你这人 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人 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人 黄小姐 您放心 你那里边的房子一挂牌 绝对是枪手术 肯定还能开高点价格 是吗 那太好了 那我的事您多费心了 应该的 找个好消息啊 我们搞得联系啊 好 拜拜 再见 楚楚 你怎么来了 不气得老师开了书单 我去给他买书了 你卖房子啊 嗯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跟你有关系 禅君 还跟我别扭着 如果你真的有难事 千万别瞒着我 我不管你怎么看我 这辈子咱们注定是要做姐妹的 你不能让我看着你有急事 干着急干弄眼知道吗 走 喝杯咖啡去 去 帮我拿着 喝杯咖啡去 我知道这么做有点疯狂 可是我想这么做 你就不再考虑考虑 我已经决定了 陈娟啊 你这样为她做 付出这么多 是不是有点没有底线了 我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 叔叔 其实你说得很对 我一直 让自己看起来 比别人强 那是因为我害怕 我没有安全感 日子一天天的这么过去了 我的心啊 就越来越空牢牢的 我一直在寻找安全感 以前 我以为 安全感是钱 是房子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错了 有了钱 你想要更多的钱 有了房子 你就想要更大的房子 那些都不是安全感 直到后来 我碰到了萧然 我一看到她 我就踏实了 我现在啊 就想跟她 就想跟她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再也不想折腾 只要能跟她在一起啊 就是我的底线 对 初初 初初 以前 我好觉得你很笨 你怎么就千挑万选 就选了白连栋这样一个人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其实啊 你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 因为你一开始就知道 她能带给你安全感 对不对 你有一点 但是她在一起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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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 这是你画的 画的不错 画家 怎么想起来到这来画画 我听朋友介绍的 说这边周末人多 所以今天特地过来试试 还没开张了吧 这样 我给你个开门红 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多少钱一付 小的三十 大的五十 那么贵 这样给我打个折 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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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成本都不够 不好意思 哥们儿 我说你怎么那么死心样 像你这样做买的 我估计啊 一天都卖不出一幅画展 东哥 是你吗 东哥 你是 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秦姨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在前面摆摊 对了 你爱人呢 他两年前病死了 也没留下个孩子 不好意思 你怎么会这样 我这个 一言难尽 东哥 我怎么也想不到你 我还一直想着 你现在一定过得很好 在某个我不认识的城市 幸福 快乐着 还想着 哪天我要是过不下去了 就找你帮忙去 我还想着 东哥 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所以我不能走远了 记得爷爷曾经说过 你是他学生里面 最有天分的一个 秦姨 我已经不是你以前认识的 那个东哥 现在的我 只不过是一个四处碰壁 遭人摆眼的丧家犬而已 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东哥 你可不能这么灰心丧气啊 你现在这样子 不过是 天将将大人于私人眼 先给你些历练吧 你画画得这么好 天保肚子绝对没问题 从今天开始到现在 衣服画都没卖出去 这么下去 不如 我带你到附近的画家村去吧 画家村 什么画家村 我也是周末 才在这摆摊卖水 平常 我都在画家村 帮人家洗衣服做饭 那边有好多画廊和画院 都需要人 你在那边 既能提高画迹 又能填饱肚子 两千其美 爷爷一直 最看好你 我也对你很有信心 假以时日 你终会有大成 考虑看看吧 儿子 反正是周末 你要是不想做作业 那我们明天再签好不好 没事 明天我还要上奥书班呢 哎呀 白不器同学还真努力 那明天妈妈要奖励你 吃比赛 加冰淇淋 好不好 没胃口 没胃口 嬷嬷 你的手机是不是没电了 对 妈妈手机没电了 正关机充电呢 怎么了 为什么要关机啊 妈妈在休假 不想让人打扰吗 要是爸爸打过来电话干嘛 怎么办 爸爸以前工作 我已经幸福 爸爸都要打电话过来 妈妈 我就知道你不要爸爸了 好了不器别哭啊 你别哭啊 妈妈妈妈这个把电话拿过来好不好 乖乖乖 乖 不许哭听到没有 不许哭啊 看我活里糊涂的 都忘了今天是礼拜五 林东该打电话过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等爸爸的电话 电话放在这儿 我们等爸爸的电话 车车 我问你 你要跟妈实话实说 你和林东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啊 挺好的 那 他晚上来电话了吗 没有 我估摸着 他是画了一天的广告画 那脖子痒的时间太久了 回去倒头就睡了 所以我也就没给他打电话 行了 别多想了 快回去睡吧 我看不是我多想 是你多想 你自己不觉得 我可看你这些天 挺不对劲的 我就是闲的 等礼拜一啊 我就去上班 一上班就多好 你看 擦完之后多漂亮 是吧 睡吧 我弄完我也睡了啊 你也早点歇着吧 我们离婚的事情 你先别跟妈咱们一起说 我也这么想的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秦姐 你回来上班啦 是啊 最近夜游坐得怎么样啊 RT我迪姐的福 还算有收获呢 秦姐你瘦了 但比以前更漂亮 秦总回来了 好久不见呢 听说 你和你老公 度二次蜜月去了 度什么蜜月 哪度的蜜月呀 就是 听谁说的 我就是休了个假 别瞎说 那太可惜了 我还想秦姐 给我推荐一个 度蜜月的地点呢 你要度蜜月啊 今天陈总也在 我就跟大家宣布一下 下周五晚上 我结婚 咱们环保一点 喜帖就不发了 到时候希望各位同事 能够一起见证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那回头 给你送门个礼啊 谢谢秦总 麻烦了 喂 李嫂 你是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肚子有点疼 是不是 没事了 我给你冲点喝喝水去 不是不是 老毛病了 最近又犯了 呦 你这手上怎么了 我有时候半夜疼起来了 我怕疼疼听起来 我就自己拧自己 你身上到底哪儿疼呢 就肚子这块吧 我也说不清楚 不碍事 是老毛病的 都疼成这样了 怎么不碍事啊 我跟你说啊 千万不能因为 只照顾孩子学习 就把身上小病熬成大病 不值得的 走 我陪你去医院看 走 咱们不用了 我自己的情况 我自己清楚 我回家歇歇就好了 这主 你帮我请个假好吗 哎呀 你都疼成这样了 咱们得赶过去医院看看啊 不能耽误了啊 就算是为了疼度 咱也不能耽误 走 走 咱们去医院 我今天还有事呢 我今天还有事呢 要不要走 咱们去医院 我今天还有事呢 我要去医院 咱们去医院 哎哎哎哎 宁嫂 哎 宁嫂 宁嫂 主主 已经是肝癌的第四期了 他肿瘤的直径 已经达到了八厘米 那还能治吗 肝癌质疑率非常的低 但是如果他能够积极配合的话 大概还有三四年的时间 那 那要是不治呢 宁嫂 你都听见了 我没事 医生你说吧 我能接受得了 大概还有三个月左右 还好 还能等到童童上大学 宁嫂 这病咱们治啊 你放心 我一定把治病的钱 给你搞到 别傻了 楚楚 这要花多少钱呢 你还有一大家子要养呢 好了 再说了 我这辈子最怕的 就是亏欠别人 这不是亏欠谁 这是救命 大不了 让童童长大以后还我 家里洗还我 楚楚 我不能做我儿子的累赘啊 我只要能亲眼看见他上大学 我就知足了 可是咱们一天好日子还没过上呢 童童考上大学的那天 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日子了 医生谢谢你啊 我这就回去了 不客气 那你们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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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咱们治吧 楚楚我们走吧 不治 费钱还遭罪 最后还不是得死啊 我们今天都耽误多少时间了 我还要去取钱给童童交强化班的钱呢 三个月就三个月了 三个月就三个月了 童童的学费还没凑齐呢 咱们治吧 咱们治吧 楚楚 我求你个事 我生病这事千万别跟任何人说 尤其不能让童童知道 马上就要高考了 这个节骨眼上 千万不能让她受一点影响 要不然我真是死不瞑目了 走吧 明嫂 走吧 老白 你快点啊 这种含糊你认真个什么劲啊 再怎么对照你也不是达芬奇 画完了吃饭才最要紧 这都说达芬奇厉害啊 你看看 他老人家画这幅画得多久了 再瞧瞧咱们这儿 忙也忘记前上忙那厉害 想要多少就多少 行了 这是一个别忙活了 吃饭去吧 吃饭吃饭走 大伙儿都去吃饭 走吧 出饭了 老白 走 去吃饭吧 老白 走 去吃饭吧 我吃饭去 老白 走啊 吃饭去 我不去了 你们吃吧 你可得小心啊 你别艺术没搞成啊 让艺术把你给搞喽 行了 老林别管他 不是吧 老白啊 这是画痴 等在这儿时间熬久了就好 我跟你说啊 刚开始来的时候都这样 慢慢就好 走下只要受一个发生 我爱这么说 有人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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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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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 江老板您放心 我们这里的画宫都是有绘画宫底的